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继续跟进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宗消息要与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就是有不少的纳米楼和农藏盘 在新一个财政年度的租借 录得了超过一成的跌幅 可以说是相当之惊人 而第二宗消息 都是与租借有关 就是国金二期有部分的流程 在新一个财政年度的租借 竟然是录得了双位数字的跌幅 而且跌幅是去到21.2% 简直就是创了近年的新高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到底那些农藏盘 那些纳米楼的情况是怎样 根据差响物业股价署最新的资料 显示 入伙的那几年的西型盘 Alpha128 一个高层的单位 有177平方尺 最新的租借 按年就是117,000元 跌了一成四 属于入伙以来的新低 大埔南山一个165尺的开放式单位 按年租值16,000元 跌了10% 另外 著名的农藏盘屯门清晋 一个128尺的单位 租值只是每年58,000元 所以其实大家看到 似乎在明年 这些纳米楼的租值跌得很厉害 当然这里所说的租值就是差响物业股价署 他们所公布出来的租值 就不是说真的有一些租客能够用到这个价钱来租了一层楼 问题就是当人家有这样的估计的时候 多少也是反映了市场实况 尤其是当社会进入了经济下行的周期 这些纳米楼的抗跌能力一定是会最低的 他们的楼价和租金肯定会是首当其冲 因为对于这些纳米楼的需求 肯定会跌得很厉害 在经济好的时候 旺的时候 当然不少的投资者 他们就愿意去买这些纳米楼 去炒 当然不是用来住 只有百多尺 但是那些投资者 为什么会当成了纳米楼是新宠呢 一来 他的银码是够低 卖单也是两百三百万左右 对于那些炒家来说 肯定是灼灼有余 二来就是在好境的时候 这些纳米楼的租金回报是比较高的 但是当进入到2021年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见到 那个移民潮已经是来着 首个个多月就已经有两万七千多人 申请了这个BNO的签证 当然有不少的中产 他们在离开香港的时候 就会连层楼 那层自住楼都卖出去 其实大家就会见到 在过去的两三个月 二手楼盘的盘源 就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是有客观的数据的 对于那些自住的买家来说 他就当然是宁愿走去执平货也好 或者是选择一间 相对面积大一点的一房单位 他也不宁愿去选择这些纳米楼的 他买来做什么呢 就算是说那些新婚夫妇 只有那百多尺天 你眼望我眼 真是 什么人都没有 起码来说你有一间房也叫他正常一点 对吧 老实说 这些纳米楼 他本身就不是一些自然产物 而是在一个 泡沫楼市当中的 畸形产物 如果楼市是健康地发展的话 这些纳米楼盘 是不应该存在的 你一百多尺 你住一个人都很勉强 因为你那一百多尺 实用面积 里面有厕所 有开放式厨房 又厅 又加上房 对于那些自住的买家来说 他就肯定是很不情愿去买这些纳米盘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 投资者就更加不会抠纳米盘 你说大家期望那个市 会越炒越旺 升上去的时候 这些纳米盘才有人追捧 当你的需求都跌了 是不是 那些人都开始走的时候 还去炒这些 豈不是自炒 就等同于 接火棒 所以 这些纳米楼 那个前景 就肯定很轰烈 尤其是现在大陆都开了声 就说 希望要解决 这个 土地 和住房的问题 而在过去很多年以来 其实特区政府都已经先后很多次 说不会再推这个公屋的 租者置其屋计划 当时说不推 当然是诸多借口 一时又说 这些租资公屋 他们搞到管理不善 一时又说 在维修的时候 出现了些问题 什么都说大餐 好了 但是近日 现在房委会又说 再推这个 租资的货美单位 究竟是不是将来 会大规模地再推出来 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可能性 尤其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很多建制派的智库和媒体 已经开始 作出类似的建议 开始在吹风 所以如果到最后 真的从推公屋租资计划 我认为 是一点都不奇怪 如果真的要认真地解决 土地和住房问题 其实用来用去都是那些方法 第一 就是要增加供应 第二 就是降低价格 你增加供应的话 重推公屋的 租资货美单位 就已经在增加供应 至于近日 有些人吹风 不知道会不会移动 丁权 释放那些丁地出来 你一释放丁地 又是增加了土地供应 至于说可能会移动的地产商 可以怎么移动呢 只是整个一手楼空置税出来 就已经令到那些地产商很投行 对吧 而且 新界又说要发展棕地 可以怎么发展呢 业权很分散的 困难重重的 政府又可以制出一个 叫做土地收回条例 总之呢 如果他是有心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他就有很多方法 他百足这么多找的 没说解决不来的 当然了 一说要解决这个住房问题的时候 那些楼肯定不会像以往的十多二十年 炒得那么厉害 供应都增加了 还炒一条毛吗 对吧 所以 租借下跌 尤其是说那些纳米楼 根本上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如果政府真的要着手解决这个住房问题 我就认为 这些纳米楼的前景就会非常悲观 因为就算经济复苏 就算楼市再暢旺的时候 这些纳米有鬼不买吗 人家着手解决问题 有些大些的单位供应出来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 写字楼的租值跌幅是怎样 中环的国金中心一期 有两层低层的楼面 在新一年度的租值 按年跌了21.2% 就是国区跌幅较大的个案之一 另外在国金二期 一个高层的小型单位 租值也跌了17% 位于九龙站的环球贸易广场 有两个高层的单位 新的租值按年大跌了18% 所以全部都是跌跌跌 为什么呢 原来在地标国金二期的租户 近年就出现了质的变化 根据一些报道的统计显示 原来在启用初期的时候 外资的租户占了6.8% 港资就2.6% 中资就是4% 台资就2% 来到今年的情况就大逆转了 外资就跌到只剩5.2% 港资就剩4% 中资就升到4.3% 台资就剩1% 所以大家就看到了 现在出现了一个乾坤大挪移 港资外资就是暴跌 中资就是大升 这样搞下去 难免就给人一种感觉 究竟是不是变成了糖水滚糖鱼 尤其是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到底还是不是获得国际的承认呢 这是最重要的 当然邱腾华局长 整天三身五令就说 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地位 就是基本法富裕的 基本法富裕了香港很多东西 对吧 那些东西你不去做 好了 你现在说这个地位是基本法富裕的 我不会博弃你 只不过 那到底外国承不承认你呢 又是一回事 起码英国就不承认了 英国就说香港 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了 降格了做区域枢纽了 好了 另外 美国传统基金会对于香港的评级 还没有了 是不是 将香港 当成了 是中国城市的一部分 和中国同一个评级 那你还说什么呢 还有就是 就算不要说这些什么的 评级 或者是什么排名的问题 只是说在疫情之后 根本上全球的大势 都是提倡在家工作的 因为 在疫情底下所实施的 这个在家工作安排 到最后 很多的大企业都发现得到 原来对于那个工作效率 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都是照样这样做的 但是对于那些员工 就他调了很多 起码来说他每天 就折省了那个通勤的时间 他上下班不需要再浪费 过几小时 来回 走去坐车 或者开车 这件事 根本上 就算外国 也是很流行 就算疫情完结了 有部分大企业 他们照样 都是继续推 这个在家工作的安排 所以 那些大企业 对于 甲级写字楼的需求肯定就会跌了 当然他不会说完全退租或者弃租 可能他会保留着部分的楼层 来做一些见客 做一些门面的作用 另外 其实有不少的外资金融机构 他退租了这个国金二期之后 他不是说走了 不过他就租过便宜一些 有些去了港岛东 有些去了这个 下官堂 九龙湾 那边 所以 国金二期的租值下跌 又是正常 不过的事 好了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